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今天录像的时间是6月14号 那么到现在录像的时候为止好像还找不到 但是知道当地警方看监控录像 你看知道它是6月9号 芝加哥时间下午2点 你看下一张照片 他坐的车很有意思 就是说这辆车 他就好像跟车里人讲了几句话 也不知道他们认识不认识 就上了这个车的副驾驶 从此之后消失无踪 你看当地的华人甚而至于 美国的很多华人 咱们往下看 这是他最后一次 有视像的露面 然后再看下面 他们都向白宫请愿 现在美国的很多华人都帮着找人 甚至是国内的很多华人的朋友 都帮着这个搜集信息 寻找他的这个下落 这就跨越着13个小时的这个时差 好像是你刚才说是什么州 伊利诺伊州 伊利诺伊州 在中西部 在那做交换 他是防御学者 在芝加哥往南 向聘 这个学校出名的就是中国留学生最多 他一共三四万个总共的学生 五千六百个中国的学生 他不是美国最top的学校 你去过那个地方吗 我没去过 因为中西部这个地方特别人少 也不能算人少 他离芝加哥的南面 我有朋友在那里读过书 我现在西里还有一个同事 就从那里来的 现在还在那里兼课 对 所以那个地方的最出名的就是中国人多 他那边有 好像张老师在那边去过 他那边有个写作的课程是非常有名的 那是L网 那是L网 我搞错 对不起 他不是伊利诺伊的本校 他伊利诺伊大学的 Shamping分校 他这个好了好几年的这个男朋友 现在就着急的不得了 他跟他男朋友 他男朋友在国内 说是好像在失踪之前 两个人还通过一个多小时的这个话 然后他男朋友现在就是在国内啊 也是这个联络各方面的人士啊 找怎么找就找找不找不找 你们有什么猜测呀 我看了他那个就是那段监控录像嘛 就感觉他在那等那个车过来 我不一定知道他等那个车 但我看到是那个车过来的时候呢 感觉他应该是预期那个车会来的 因为那车一来 他就他就站起来了嘛 就就就走过去 而我的感觉呢 我自己猜测啊 我不知道 但是不太像优步车 因为什么呢 优步车你可能就跟那个司机说 是我叫的车 你就上去了 他跟那个人讲了好几句话的 挺长时间的 所以呢 我感我自己的感觉 未必是优步 而且那个车呢 现在美国人查出来说 那种车整个那个地区只有十几辆 那容易找 是一个很罕见的 很少有的一个牌子 FBI已经掌握了这个车的信息 但他只是现在不不方便公布 然后再追查这个事情 你说这个事儿让你联想到什么 我觉得就是说在外面的这些很多啊 就是怎么说呢 大家第一就是说在异乡的这个人身安全 但我觉得他这个事情 因为里面太多的细节 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挺突然 但是听说他男朋友不是好像说 他前一天有说过自己 觉得有点不太安全吗 说有人好像说疑似 有人在跟踪他还是怎么样 而且就而且呢 别的人就说在那条街上 说经常有一个人晃来晃去 经常跟好像找这个亚裔的 这个女孩子说话 有人这样说 但那具体怎么回事 我们真的不知道 现在我觉得就是信息太缺乏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你说这个家里人呢 这个多着急啊 但是呢 刚才义军跟我讲到一个 就是说 咱不知道那个车里的人 是跟他认识还是不认识 但是顺激到一个 你看啊 我们中国人在国内的人 我感觉对陌生人是很警惕的 甚至是有敌意的 你们在美国 你在美国生活多年 你觉得美国人在街上 跟陌生人搭话啊 或者什么跟着他走啊 这方面是不是比我们会开放一些 或者安全感 看你在什么地方 除了纽约 芝加哥这些大城市 不行 乱糟糟 你千万不能相信人 而且如果在芝加哥市内 特别是南部的话 那黑人 晃上来的 你是准备20块钱给他 保命的那种 根本不要 但是离开 一到郊区 以白人为主 这个我们不是讲种族歧视啊 这是实际情况 以白人为主的 尤其是比较乡村的这些地方 那一般 不害怕的 就是说你也敢上人家的车 你的车出了毛病 人家帮你修 或者你也应该帮人家修 所以这照理说是没有问题的 对 特别在这种地广人稀的地方 我刚刚我看那段 那个真空录像 第一个印象 就是那个地方人特别少 你看来来去去 其实没几辆车 然后那个马路特别宽 然后呢 我自己的一个体会 就是在国外啊 为什么就经常人和人之间不认识 也点个头 就say hello啊 这样子 我们之间其实中国人 倒反而就很少嘛 是为什么呢 反而是他们可能是在那些 地广人稀地方养神的习惯 我自己有个体验 我有一次是在欧洲 一个什么地方 在那个 他那个也不是完全在山里了 就也有人住的 那我从一个小路呢 就走 就我走上去 其实穿过那家人的院子的外面 然后到那个小路尽头 有个人也走过来 他就停在那里 我走过去 走到那里呢 我们要彼此去点一下头 其实是为什么呢 人太少的时候呢 你要告诉大家 我们彼此没有敌意 他们就养成了很远呢 我得跟你点一下头 告诉你呢 我其实是没有敌意的 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我觉得在那些 地广人稀地方 相对来说 他的大家都认为 民风是淳朴的 没有必要去相互伤害 那么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到底怎么回事 那我自己 前一段时间 就我在美国一个体验 就是我去了 有几个大的城市 然后中间去了一个小地方 叫丹佛嘛 丹佛我从来没去过 然后呢 那里谁也不认识 我那时候呢 已经是跟我们那个团里面 19个人 17个国家 但没有一个中国人 也就也没有那个华人 什么的 然后到那边 我就特别 其实挺想了解一下 当地就是有没有华人 什么状况 我就在微博上面就找 就说我就想请问 有没有人在那里 结果真有 强强三十行的那个 就那个观众 两个就两个大学生 就联络我 我们就真见面 就是真见面 感觉大家就聊的都很开心 最后呢 我也上了他们的车 上车 人家反而问我一句话说 你怎么就相信我们呢 对呀 然后我就说 我估计看强强三十行 没有什么坏人吧 但其实我心里不是 不一定 主持都不是什么好人 他其实呢 还是相信中国人 对不对 我心里其实盘算了一下 就说因为我跟你见面 都是在公共场合嘛 没有觉得说 我也我也没什么价值 你把多文涛还能要点钱 你把我也没什么价值 所以我其实有计算过 这个风险成本 没什么我觉得 你还真是就是 我跟你说 义军呢 就是个贼典大 你像我们公司这些 以前跑中东的 对对 还有那个 我跟他说 我想去以色列害怕 他说一点事情都没有 鼓励我 他们平常 你像那个小条 跑到那个利比亚 那个时候 就孤身一 人敢跑到那种黑屋子里 拿着那个卡扎飞的 那个录像带 还拿着枪 小田 都有过那种经验 所以我说你们 真不怕 英国有一个女记者 我挺喜欢的一个人 Kate Eddy 她出本书的名字 叫做 Kindness of Strangers 就是陌生人的 Kindness 就是慷慨也好 善意 就是说我们这些 当记者的 就是靠陌生人的 善意活的 我们去哪采访 你一下飞机开始吧 你就所有的行动 都在跟陌生人打交道 你不怕危险的 有碰到过 我碰到过事情的 你被人家绑了呢 被人家卖了呢 很多时候你要有判断 你要有判断 找着义军的时候 在非洲某地 生了一堆孩子了 你要有判断 我有一次碰到过 我在一个 在巴勒斯坦 一个爆炸现场 我那后来听说 一个地方又 他又炸了 我不知道在哪 两个小孩说 我带你去 我就让他们 就上了我车了 那时候我没选择 那你有时候是没选择 开到半路 一个小孩掏出一把枪来 然后我没法判断 真枪假枪啊 他就指着我说 你往哪里走 哪里走哪里走 真的 真的 我一个想法是 在哪里你说 在巴勒斯坦 就是在加沙 他怎么会坐在你的车上 我让他上来带路的 他说他也要去那个地方 我就让他给带路 听到枪就是对这个 对 然后我就看到 后来我就想 我要去找警察 我要去找警察 然后 我觉得那小孩 状态有点不太对的 然后就 马路边有个警察 我动作特别快 我就停了就开门 我那真的是 特别特别快 那个动作 然后呢 那个警察过来 那俩小孩 乖乖的就下来了 我也没来得及看 但是玩具枪振枪 我就赶紧走了 我不想再待在那个地方 没两个就被警察 就被警察带走了 哇 你都好厉害 没有没有 但这个就是说 有时候你是没有选择 但又是你要判断 我当年前有选择的时候 我就坚定的选择 在凤凰啊 男主内 女主外 他们都在 都你看都是女记者 我发现女的真知不知死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女的很有勇气 我你知道 我甚至我变态啊 我曾经想过我很佩服女性 而且我认为我们应该对女性好 因为女性啊 是抱着生命危险 跟我们这些恶魔在一起 你知道我当年 哎 谈恋爱的时候 我就怎么琢磨这事啊 我跟这个就是当年的这个女朋友啊 我说 哎 你觉不觉着 我说你就信得过我 哎 就因为跟我谈恋爱 两个人呢 走遍天涯海角 而且体力上 你完全不是我的对手 那你害他干啥呢 对 人家也想你害他干啥呢 我要是女的 人家最多担心 就是说你的驾驶技术不好 我的命坐在你边上 我是交给你了 对不对 你开到悬崖上 你自己不小心 至于你害他 没有这个可能性 始终怀疑 无法收获最爱 人是有不可预测性的 你怎么知道 他不是个不是个突然间 他在跟他拍拖 有的人有的激情杀人的 就是两口子吵架 这个男的是个 女的也可以杀男的呀 那女的又杀 最近好莱坞卖的都是女英雄 体力上嘛 他跟你弄点毒药呢 就是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要害你的 你不害怕吗 拿一把小刀 所以你看我多无我呀 我想的都是对方的安慰 让他提防我 同来没想过提防他 这样的人格 所以分手就是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其实我能这么妄想 也反映我有极强烈的不安全感 甚至是替女的觉得不安全 你怎么信得过我不怕我做掉你吗 什么的 徐老师你再说回这事 这事我看跟帖很有意思 为了这个事情的跟帖 很多跟帖就是说 这美国这地狱吗 这谁叫你去的 莫名其妙这种地方 对突然空气好点什么都不好 然后我就是前段时间骂杨树平的那些人 现在就来说 哎呀你这些地方怎么能去啊 这是一种 但另外有一些就是 我觉得他们就感谢当地的华人 就是因为网络的连接 其实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 这是两个因素造成 一个的确是以中国国力的增强 你别说啊 你海外公民引起国内的重视 这以前是美国人常常表现的东西 那美国最近刚刚这两天有个人从北朝鲜放出来 对不对 美国就当做大事 哎呦我今天看了新闻了 我觉得那个不是那报的说他从去年一直在昏睡 然后说肉毒赶军中毒 什么叫肉毒赶军不是你们整容的吗 怎么说这哥们可以说是给怎么折磨了 肉赶军中毒 对 总而言之 你日本也是啊 日本这个每次跟北朝鲜谈判都是拿出一个他们有几个日本人在那里被关 一个国家表示自己主权威严的时候保护自己海外公民 哪怕是个别人是对国内的一种集体的信心的一个建立 这个以前中国很少做 这个是跟着国力的有关系 一个美国人你看美国自己国内的人也并不是个个都那么有尊严的 我说过黑人要饭啊 生了病了医院没法救啊 很多人百分之三分之一的人付资产啊等等等等 你到美国去看活得一塌糊涂的人多了去了 可是他一定要做出来什么人他在外国被人家囚禁了 或者什么我们一定要怎么抢救 中国现在你看这件事情显示出 我以前不记得有这样的例子 就是说一个普通公民哦 哦还有一种网络的猜测啊 网络的猜测 我刚才讲一个是骂美帝嘛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人一定有背景 有来到 我觉得这次还是在网上 他说连FBI都插手了 这个人一定是有背景 我觉得这个两个都是真是反映了一种情绪啊 但是我觉得是是是是没表 真的是挨国的这个 中国中国也那个利比亚战争的时候 就显示出了我们这个能力嘛 不是三万人大撤退嘛 他说哎呦怎么能撤出这么多人 我们搞春运搞灌的国家 怎么能不能撤出这么多人 这第一第二 前前就是前两天不是还有一对中国 这个就是有一对夫妻 在那个阿富汗被斩首了吗 我也看到外交部很罕见的表态当中说到 我们曾经试图努力营救 那当然没救出来 但是真的 ISIS杀了两个中国人 对 其实我觉得除了国力的增强之外啊 还有啊 就是现代国家意识的增强 你这个意识增强有的时候 跟我们这个演艺界都有关系 比如说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允许拍一些中国拯救在外国被绑架人质的电影 哎又好看 哎往往其实我就觉得好多 我跟你说好多现代的国际的这个价值观 我是在好莱坞电影上学来的 你们比如说我在好莱坞电影上 我看有个叫空军一号 我才知道就说啊 外国人这么重视家庭啊 就是说总统甚至是为了救自己的老婆 都不能拿国家交换 所以回家对自己的女人好一点 所以说怪不得人家到哪出访 你要知道在很多年前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出访 是没有习惯带着这个伴侣一起的 现在你看都国际上都很通行了嘛 那你看很多 包括好莱坞电影 咱为什么知道美国这样啊 就觉得啊 我们任何一个公民只要在海外受受欺负了 或者被绑架了 那就是美国的国家头等大事 是吧 那个海豹突击队 你没看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热门的电影吗 就是讲一些中国的人在湄公河上 被那个毒贩打死 对啊 这件事情 江南云演的嘛 对 结果去拍了一个电影嘛 我有拍的跟美国片差不多 就那几个人 后来我看到实际上的介绍 不是这样 没有那么戏剧性 但是拍的就是 这个在中国很多人喜欢看啊 就养我国威啊 就是中国人在外国进行军事行动 那这个人就是满足的 你这话说的大了点 中国人 你现在变成什么分子了 很少 中国人在外国进行军事行动 对啊 在电影院看的观众满足的就是这个心理啊 我记得好像前一段时间 好像去年还是前年 我忘了 还有一个在非洲的嘛 那个人是什么 也是被绑架 然后我们也是去救的 结果好像是救到一半 自己跑出来了 但是那个整个的过程 它的叙述也是完全可以拍成电影 其实你在外面啊 这种真的是用这个怎么说呢 国家的重视是换回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稳定明星 安抚大家 就是大国形象的这个提升是非常重要 但是比凑凑的交赎金要好得多 其实就当然咱还说到啊 这个一个一个社会的安全感的问题 我为什么最早就问你这个问题啊 你看好像我觉得你看在美国啊 的陌生人之间都打招呼 让我们觉得他们陌生人之间似乎挺有安全感 但这个啊 他会不 你比如在美国有没有那种事 就像咱们国内经常有的 这女大学生在火车上认识一人犯的 聊聊就跟人走了 给人卖到山里去了 在美国会有这种事 电影也有啊 各种 对 今年那个奥斯卡里面有个叫什么 就是在那个小房间里拍的 有点就是 绑架的 对对对对 我看这个女孩子的信息 我还有个印象是什么 她在微博上 她在为朋友圈晒很多东西嘛 几乎她每一天在干嘛 都在那里 今天是每跑第一天 就在美国跑步的这些 真的你如果是 我就讲如果我是一个就是犯罪分子 我真的是有意识想找他的事情 我可能就是说 我收集他的信息 在这种公开信息当中 我已经找到蛮多的了 真的 这个 对 你说啊 你是觉得这个反而不好是吧 你觉得这样好就在报平安是吗 这两说 两说 我所以我就跟你说我就属于保守的 而我这个保守啊 我得说就是可能是有点不太正常 因为呢 我就是对陌生人极其没有安全感 我跟你说都已经到了一个 但是这个跟我们家传的 我不知道自闭症是一种什么病啊 他可能另有定义啊 但是我老觉得 我们家族有这么一种 从我父亲开始 就是觉得陌生人呢 这我跟你说 徐老师能到哪个程度 说起来不太靠谱 就是说 我不能让人走在我后面 我在马路上走啊 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北京 要是一个人 我会很注意 就是我像芒刺在背 如果一个人在我后头 跟我走了大概 比如说超过一百米 我就会顾 按说是神经病 我但是我改不了 强迫症 我就必须让他走我前面去 我就莫名其妙的 当然不是因为咱们什么 有点小名气 我觉得不是 就是我没干这行之前 就这样 就是我一直记得 就是说我父亲就说 你知道吗 走路的时候啊 就戴这个帽子 一年四季戴这个帽子 走路非常快 就好像外面有危险一样 啪啪啪啪 进了家 哎呀 上班一坐放下帽子 才觉得安全 就是压力 你家主宗斗鹅是吧 冤的 有这个冤的基因 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到了我们家基因里头 就是这种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人被欺负的这种 集体无意识 压到使得我们民族 对外面 始终有一种不安感 非我族类 其心不易吧 以前讲 现在不是 现在是 在我境外 其心必易 很长一段时间 对 你看到现在为止 境内境外 很多是都是双重标准的 我这个事情啊 我感到非中国 真的非常进步 因为我记得 清清楚楚 在年轻的时候 凡有人在美国 你这个海外关系就是坏的 曾经有一度 任何人 你不管你家里的人 在什么国家 做什么事情 你这海外关系 就等于是 地主地府反怀右的形式 那个时候的词 叫李通外国吗 你看 我觉得这词很形象 李通外国 这不就是一个 对外面陌生的害怕吗 因为我处在战斗状态 因为那个时候 中国在战争 刚刚过来 整个国家的统治 是处于战争的心理在延续 台湾来的人都是透 现在我们这些小孩 就是他们出国之前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基本的 应该不叫培训这么多人 也没有办法培训 但我们以前啊 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大概十多年前 刚出国之前 就单位里面都会有培训 告诉你什么事情 要注意什么安全啊 特别是一些信息也好 这个人生也好 这样那样 现在我估计 这个方面的意识 真的不是太多 中国留学生五六千啊 等于一个大学啊 你在那里跟根本 就像中国一样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这个萨特有句话 也是可能人家另有所指 我用来解释我自己 就是他人及地狱 就刚才乙军说的这个 好莱坞一个谁说了 说如果你被邀请去 去一个那个派对 然后你拍了张照片 晒出来 你就是个叛徒 你就是背叛了 大家的这个聚会 对对对 你这个道德 应该多宣扬宣扬 真的我现在有时候 在社交场合 除非是拍毕夫剑 我认为 就是说 最大的背叛 咱们有了这个手机啊 我认为社会应该发展出 用手机的道德 就比如说 我我反正我自己先做到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 如果我去了哪个朋友家里 人家家里 你不要随便拍照片 对吗 你问可以拍 都要问 这一桌人吃饭 小孩 你不要以为 你可以拍个大家的 我认为 我从尊重人的意义上讲 你应该问每一个人 我愿不愿意 我有一次就是 他说我能不能拍 我说你拍他们 不要拍我 对吧 就是 你知道每个人 人家的讲究不一样 我怎么觉得 所以我有时候特烦 这种在人际交往上的 这种不尊重别人 你怎么知道 人家愿意进你的镜头呢 甚至我还碰见过那种小女孩 吃一个饭桌上 在那直播 你知道吗 直播 天呐 我马上说话就跟中央台似的 你知道吗 那个手机要举得高高的 这样下巴才可以比较尖 不是 这个 都应该会什么人呀 所以说这种情商啊 你完全意识不到 大家的话风都变了 因为也不好意思 不让你直播 对吗 傻乎乎的这种 你没发现这些成年人 说话全变了 话风 因为知道被你要录下来 我说怎么 这人当中 受水精神文明 我认为这应该是头一条 就是说 这个手机道德 未经允许 不要随便拍人家 录人家 因为我们上次说法 本来是一个生活的世界 一下子进入了网络世界 他把两个世界给打通了 又混淆了 私人的领域 变成了一个公共的领域 不过我要说一句 我也不是批评他发这些东西 现在大家怕这个太普遍了 没有什么意思的 没有 而且他 他塞他自己的生活的话 不一定真的是因为这个 不一定因为这个原因 这个我们完全都不知道的 对吧 而且那另外 他因为男朋友在北京 他当然要 Long Distance 你想这个步伐怎么行 就说回他 就说回这位失踪你学生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说 还有我发现在 这个西方国家 一个是他们 其实对隐私相对来说 比我们的尊重程度要高 另外一个呢 其实他们对公共空间的事 管得特别多 对 像你们那天在聊那些 就是大家 就是说有没有人管 像英国 就你老说 特别烦人家管我们 就不太遵守纪律 我深有体会 在英国 人人都是活雷锋 我有一次你知道 他那骑轻车 后面要弄个灯的 我那个灯里面 一节电池没有电了 我就踩着车去换电池 那个灯不亮啊 就被人移路啊 无数的人告诉我 你灯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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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下子 我虽然觉得很烦 但同时我知道 我要跌倒在那儿 一定会有人管我 他就是个 那个马路上 那个电灯啊 电灯 那个路灯的 电线杆在上面 他都写的 如果这只灯不亮 你可以打谁的电话 他这个社会是有人管的 即便是那样的社会 都出了这样的事 我们的美丽的女学生 还是失踪的 这说明危险 无处不在 大家真的要打起 FBI介入了太晚